俄罗斯到底有多大,一组数据让你了解,辽阔国土下像是埋着一座金山。 提到俄罗斯,估计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国家非常大,国土面积达到1709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但这个印象非常抽象,而且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几乎耳熟能详的数字,很难形成一个更加清晰的轮廓和概念。 我们还是需要用更多更详实的方式去描述和勾勒,下面这组数据也许能让你真正了解俄罗斯的大,订阅瑞丽史。 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毗邻11个海域,放眼全世界,沿海国家并不少,但绝大多数都是跟其他国家共享一片海域,比如黑海,沿岸分布着6个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分布着9个国家,地中海沿岸更是分布着多达19个国家。 换个角度,也就意味着这些海域的沿岸国家都要跟其他国家分享同一片海域。 当然,也有一些面积较大的国家,海岸线不止毗邻一片海域,比如我国,自北向南就分布着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四大海域。 而俄罗斯可谓是当中的佼佼者,其海岸线长度约3.8万公里。 要低于加拿大等海岸线更曲折的国家,但国土却毗邻大西洋、北冰洋和太平洋三大洋,周边更是挨着多达11个海域。 按照顺势针方向,分别是黎海、黑海、波罗地海、白海、巴伦之海、喀拉海、拉普杰夫海、东西伯利亚海、白令海、鄂霍茨克海、日本海、一个国家、毗邻11个海域。 如果不是大,怎么做得到? 拥有北极圈近八成陆地。 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北极圈是一条非常出名的纬度线,所在纬度为北纬6634,北极圈以内区域就可以被认为是北极地区,会出现极昼极夜现象。 北极圈以北,包括北冰洋在内,总面积大约为2100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占比约38%,也就是约798万平方公里,包含了格陵兰岛,亚欧大陆北部,北美洲北部部分土地,以及其他一些岛屿等。 全球范围内,只有八个国家在北极圈以北区域拥有陆地,分别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冰岛、挪威、瑞典以及芬兰。 而这八个国家中,俄罗斯有36%的国土都位于北极圈以内,折算下来大约是615万平方公里。 占北极圈以北,所有陆地面积的77%,并且俄罗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地处北纬69度,就位于北极圈以内。 由于国土面积太大,俄罗斯的省级行政区数量也非常多,全国被划分为85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包括46个州,22个共和国, 9个边疆区,4个民族自治区,3个联邦直辖市以及1个自治州,是世界上省级行政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且,俄罗斯的省级行政区不仅数量多,面积同样也相当之大,当中最大就是萨哈共和国。 面积超过308万平方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 要知道,全世界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公里国家,一共也才6个,如果把萨哈共和国看作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面积能够排到世界第七,甚至比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还大。 平原连连区面积高达66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的地形比较简单,以平原、高原和山地为主,整体上可以分为几大板块,分别是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以及东西伯利亚山地。 这其中,东欧平原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平原之一,其主要部分就位于俄罗斯境内。 也许有人说,东欧平原并不完全属于俄罗斯啊。 那还有西西伯利亚平原,这可也是面积排名世界前列的大平原,面积也有260万平方公里,并且它跟东欧平原也只隔着南北走向的乌拉尔山脉,虽然长度超过2000公里,但整体海拔只有500至1200米, 尤其是南段更低,如果把东欧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看作一个整体,其面积高达660万平方公里,我国的平原总面积也才100多万平方公里。 第五,河流数量超过300万条,欧洲第一大位于俄罗斯,但却不是俄罗斯第一大河流。 由于国土幅员辽阔,俄罗斯境内的河流数量超过300万条,而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都知道,欧洲的第一大河流是福尔加河,长度达到3692公里,流域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年镜流量高达2540亿立方米, 而其大部分干流河段及流域范围都在俄罗斯境内。 然而,它却不是俄罗斯第一大河流,在俄罗斯还有好几条河流,各项数据更加出色。 比如叶尼赛河,长达5539公里,流域面积达到260万公里,年镜流量6255亿立方米。 厄壁河长5410公里,流域面积297万平方公里,年镜流量3850亿立方米。 勒纳河长4400公里,流域面积249万平方公里,年镜流量5400亿立方米。 等等,湖泊数量超过280万个,贝加尔湖是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湖泊。 俄罗斯欧洲地区最大的湖泊是奥涅加湖,长约248公里,最宽处80公里,面积达到9720平方公里。 亚洲部分最大的湖泊。 则是非常有名的贝加尔湖,长度为636公里,平均宽度约48公里,面积3.15万平方公里,其最深处为1637米,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蓄水量则高达23.6万亿立方米,同样在全球所有湖泊中高居第一。 正是由于河流湖泊众多,俄罗斯的淡水资源储量也相当惊人,占到世界淡水总储量的四分之一。 俄罗斯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之丰富,在世界各国都非常罕见。 俄罗斯森林覆盖率为46%,森林总面积8.09亿公顷,而全球森林面积为40.6亿公顷。 俄罗斯占比高达20%,世界第一。俄罗斯以碳明天然气储量为37.4万亿立方米,占全世界一碳明储量的28%,世界第一。 以碳明石油储量252亿吨,占全世界以碳明储量的5%,俄罗斯每储量高达1621亿吨,世界第二,铝矿储量4亿吨,世界第二。 其他矿产资源中,俄罗斯灵灰石储量占世界以碳明储量的65%,涅矿储量1740万吨,占世界以碳明储量的30%,锡矿储量占世界以碳明储量的30%,油矿储量占世界以碳明储量的14%。 截至2023年,俄罗斯全国人口约1.46亿,在全球各国中能够排到前九,要说这个体量已经不算小了。 但因为俄罗斯国土面积实在太大,依旧称得上地广人稀。 另外,同样由于国土幅员辽阔,俄罗斯国内拥有高达194个民族,民族数量之多,放眼世界也相当罕见。 俄罗斯国内的交通网络也很有意思。 截至2020年底,俄罗斯铁路通车里程达到8.7万公里,公路总里程达155万公里,内核通行里程为10.2万公里。 数据已经相当不错了,其中,铁路长度世界前三,公路总长世界前五。 但在地图上看,俄罗斯的交通网络密度并不高,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线路空白区域,归根结底,还是俄罗斯太大了。 说实话,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之下,真像是埋着一座金山啊,尤其是油气资源,矿产资源,以及淡水资源储量之大,确实让人眼线。 国际局势飞速变化,中国周边局势同样不稳定,南海局势在多方干预下更是越来越紧张。 这个时候,俄罗斯主动把军舰开了过来,让始作俑者美国感到了危机。 近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小支舰队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南下开始执行远航任务,并且在南海进行了反潜演习。 时值南海局势紧张,菲律宾频频在该海域挑衅中国俄罗斯军舰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对南海非常关注的美国第一时间感觉到了危机。 就这些原因,还是美国现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其维持在全球的影响力。 就拿美国的航母来说,本来有十几艘,但坏的坏,维修的维修,有的还处于休整期,能正常外出执行任务的。 差不多也就四艘。 大家知道,美国自诩世界霸主,认为世界和平全德靠美国守护,为此还把全球划分成了六大战区,航母就轮流在各个战区执行任务。 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朝着亚太地区偏移,美国航母的分布变得非常不均匀。 光是亚太地区,美国就部署了三艘航母,剩下的一艘在地中海以色列那边。 可以看出来,美国现在关注重点就是中俄潮。 换成美国的总体战略部署,也是一样的道理,美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和目光都集中在亚太地区。 那相应的对其他地区的关注和控制就会减弱。 这也是如今巴以冲突得以爆发的原因之一,美国将原本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各种资源转移到亚太地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减弱, 而美国空出来的真控地带将由沙特等中东国家来填补。 因为美国在中东出现了情报缺口,在这方面对中东盟友的依赖性升高,这个时候,哈马斯就有了动手的机会,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美国内部专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美国对中东地区关注减少的结果就是,他现在控制不了巴以冲突的局势了,不仅使唤不动中东盟友,连帮助以色列应对胡塞武装,美国都显得吃力。 美国在红海组建的护航联盟中,没有一个是中东本土大国,沙特等国家,根本就没响应美国的号召。 在和胡塞武装对抗的时候,美国说是打击了不少目标,但都是明面上的,对胡塞武装真正重要的据点等目标是一无所知,最后的结果就是,打了这么久,胡塞武装根本没有伤筋动骨,反倒是美英联军这边高射炮打蚊子,用几百万美元一枚的导弹,打着几千美元一架的无人机。 八亿冲突和红海局势解决不了,美国自诩的强国形象就要崩塌了,怎么办,只能把更多的资源往这边聚集,但问题又来了,资源是固定的,往中东转移的多了,亚太这边又不够了。 一场八亿冲突,彻底把美国给整的固头不固定,美国现有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多线作战。 这个时候,俄太平洋舰队在南海进行反潜演习,就是趁着美国乏力的时期,增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特别是现在,俄罗斯愈发重视远东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忙于应对八亿冲突之际,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给美国施加压力,能够进一步达到消耗美国精力的目的,不管美国到时候怎么选,俄罗斯都能落得一些好处。 美国专注中东地区,俄罗斯在亚太影响力增强,美国专注亚太地区,俄罗斯又能增加中东影响力,甚至因为美国在中东和亚太地区之间反复横跳,又能减少对俄乌冲突的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也将更加顺利。 而且,从中俄关系方面来看,俄罗斯同样赚了。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日访问了越南,两国签署了南海合作协议,加强海岸警卫队合作,这对中国南海主权造成了威胁,俄军舰在南海演习,也能向外界释放信号,及中俄关系紧密,某种程度上算是给中国撑腰。 而现在搞好对华关系是俄罗斯的重点政策,不管是应对美西方制裁,还是开发远东地区,中国对俄罗斯都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不管从哪方面看,俄太平洋舰队这次到南海进行军事演习,都不是亏本买卖,而力不从心的美国。 只能眼睁睁看着俄军舰大摇大摆,从眼前经过。